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很開心今天和大家一起 你開心嗎? 和旁邊的人說 很開心見到你 是不是真的開心? 我真的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我是想起你們的 我真的想起你們 我想起Rachel 希望Rachel真的有耶穌的恩典 我想起陳先生 她的音樂很好聽的 等一下你可以叫她拉一下梁竹來聽聽 好啊 我們今天的信息就是 彼此服侍 彼此相愛 這是聖經的原則 我們聖經教導我們 耶穌教導我們 彼此相愛 我們一起讀一下 約翰觀十三章五節開始 這裡講到耶穌在最後晚餐的時候 我們一起讀一下 第五節開始 除後把水倒在盆裡 就洗門頭的腳 並弄自己所觸的手筋擦乾 挨到西門彼得 彼得對他說 主啊 你洗我的腳嗎? 耶穌回答說 我所做的 你如今不知道 後來必明白 彼得說 你永不可洗我的腳 耶穌說 我若不洗你 你就與我無份了 西門彼得說 主啊 不但我的腳 連手和頭也要洗 耶穌說 凡洗過醋的人 只要把腳一洗 全身就乾淨了 你門是乾淨的 然而不都是乾淨的 這裡講到耶穌 在最後晚餐的時候 他就拿一盆水 他就脫了他的外衣 就像牧人一樣 毛巾在他身上 然後就拿一盆水 來和門洗腳 很特別的 耶穌洗腳 不只是象徵式 現在有些人 他都做這個儀式 有時是象徵式 因為那些腳已經全無關 是做給人看 不過做給人看也好 因為告訴大家 我們應該互相服侍 就是說我們看到有人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真的肯去做 耶穌真的去做 耶穌是一個很細心服侍我們的神 其實我們從很少的小口 耶穌服侍的 每一件事 神都做得很美好的 就是我時時都讚嘆神的作為 譬如說 口又有牙 牙不要以為是 有些骨這樣撞著撞著 就會吃到東西 因為我去看牙醫 我發現當牙醫做得不好的時候 是很辛苦的 你沒有試過 我試過換牙套的時候 換了之後換不適 回去再試一次又不行 再試一次又不行 那時候我就說 糟了 為何這麼難 咬下去會痛 牙痛的時候是很辛苦的 然後它不適合牙 就很辛苦的 而且很特別的牙 牙是可以磨的 是可以左右移動的 牙膠也很特別的 醫生告訴我 原來你的牙是有兩種鴿的方法 有一種是平鴿 有一種是平鴿 有些人一磨 就會這樣 他說那種向前摸的 是比較好些 會磨些 會比較爛些 那我就發覺 原來我左右是不同的 而且我以前不知道 我常常用一邊 就是習慣了用一邊 可能有些人也是習慣了一邊 那習慣了一邊是有不好處的 另外一邊是牙沒有咬的時候 牠就會長高一點 牠感到不到東西 牠就會長高 很特別的 例如你一隻牙掉了 牠下午牠就會長去頂住牠 這也是神的細心 為何牙會做出來是這樣的 能夠配搭得這麼好的 用牙膠 就不是這樣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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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因為牙膠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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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鼻子一睡覺時又蓋上,然後又開回去,那你就很辛苦 但是鼻子就不關閉,眼睛就會關閉,會睡覺 眼睛又會關閉,又可以開閉 耳朵就不能關閉,經常都開閉,你不用開閉,經常都聽到 會兜風,很特別,神做每一項都很特別,神很細心 他不是只是做這些細心,他猜獻耶穌為我們死 為我們釘實自駕,承擔罪的懲罰 有一個很大的恩怨,神的意思居然為我們而死 有很大的恩怨,令他感動你,我們會感覺到神會提醒我們 你犯罪時,神會提醒你,你現在離開神,你現在遠離神,會提醒你 有幾個人,當你犯罪時,你覺得有聲感提醒你,有幾個人 耶穌是很討厭,當你和耶穌有關係,祂發覺祂跟著你 但祂不是跟著你做不好的事,祂是跟著你提醒你 祂告訴你,祂幫助你,祂會幫你經歷 我們每一次祈禱,都會經歷到神 所以神是不斷地服侍我們,祂說祂抱著我們 到了八、八年老,我們年紀大,有時候 年紀大了,已經有很多智慧了 但一樣是,我們有我們的軟弱 什麼年齡都有我們的軟弱,有我們的噴能 但是呢,神就會在這麼多情況來細心服侍我們 直到去天堂,神的服侍都不停止 去天堂的時候,神的愛就會湧出來 神不斷地把他的愛拍出來 神和人,神可以向著你,一看著你 哇,他的愛又湧過來,所以人們去到天堂 他們說,很感動,很感受神的愛 所以神是一個永遠服侍人的神 是沒有一刻他停止的,沒有一秒鐘他停止的 所以我很感激神,我經常都感激神 我想到什麼呢,我也覺得耶穌很愛我的 我希望大家都會時時看到耶穌的服侍是充滿愛的 我們看到耶穌怎樣做呢 他擦乾,又去到西門彼得 西門彼得一個有回應的人 很多人耶穌服侍你,但我們沒有回應 他怎麼樣? 哇,耶穌跟我洗腳,不敢當 譬如我和你洗腳,不敢當 當然近代人就覺得好像有點不自然 或者你揹著背包,你很累 我走來幫你揹著 那你說,不好意思啊,你又揹著,你又幫我 譬如你真的不行的時候,我都會來幫你 為什麼?我有一個服侍的心 但是你不好意思啊,牧師來幫我做這些事情 你會發覺我真的幫你們這裡 每一個人都經歷過我去某些地方幫你 為什麼?因為我是一個很樂意幫助人的人 這個是從神給我的心 就算我三不識七,那天我搭去地底搭過巴士的時候 我看到婆婆她就拿著那個車仔 她就買了那些菜之類 她就去唐人發酋 她以前也去過,但也沒有過車仔 她就一級級樓梯下去,我看到她說 我幫你拿吧,她說 怎麼這麼好的?有一個人幫我拿 我把她拿到下面,接著去到巴士那裡 那裡還要再拿,我說我又再幫她拿 那我跟她聊天,我又跟她說一下她的事 然後我又告訴她,為什麼我會有這種愛心 因為耶穌是愛我,耶穌很真,真的會祝福你 耶穌是真的充滿恩典的 我剛剛昨天,我坐車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婆婆,一個西人的婆婆 西人的婆婆,我就跟她聊天 我告訴她,你知不知道現在很多蝙蝠死了 她說是嗎?我沒有聽過 我告訴她,我現在這個世界在變,她說是呀,我知道是呀 她說是天主教徒 她說,耶穌是在我的屋子裡 她說,我時時祈禱的 我什麼事都求耶穌的 她說,我就是耶穌陪我 她說,我的子女又大了 我的丈夫又死了 我只是一個人 她說,我每天都可以聚會的 她就是天主教徒 我就鼓勵,你就是愛神 我說,天主教和耶穌教,我們都是相信耶穌的 她說,你就是愛耶穌,求耶穌信你的罪 經常感激神士 我整天都會祈禱 我發現她是一個很聽神的說 我就鼓勵她 我說,你可以做多一點的 你可以去幫助人的 甚至我說,你可以上網 她說,有 很神奇的婆婆上網 她說,你可以上網 你知道嗎?你可以放一些東西 放到YouTube那裡去幫助人的 她又沒有想過這個想法 我說,可以的 但我都可以來幫你 原來我們有這個恩典 就可以去幫助人 耶穌就是這樣 但彼得說,你服侍我 他不敢 他真的說,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你不可以洗開腳 但耶穌就說,如果我不洗你的腳 你和我無份 就是說,如果任何一個人 你沒有接受耶穌的服侍 就是讓耶穌祝福你 你就和耶穌無份 所以你第一件事 耶穌世免我罪 耶穌祝福我 耶穌真的會來 他真的會來祝福 他一聽到耶穌說 如果我不洗你的腳 我就與你無份 哇,彼得就說 哇,我全身什麼都洗掉 你全部洗掉 你洗手洗頭 彼得就是這樣 我希望大家都像彼得 就是有回應的 哇,耶穌這麼好,這麼真 我有回應的 彼得就是這樣回應的 可以做的 我心想有這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